我一直努力戰勝股市 無論是作為一個法輪機構操盤手或是分析師 我相信只要有新練就可以實現 2020年極具意義 3月領先預告道雄指數有下跌5000疊的貢獻 道雄指數直接跌破了20000疊的整數關卡 成功保護了邏輯博弈教室的粉絲們 避開了道雄指數10天內四次熔鑽截停的風險 並且提前預告3月18日小道雄三屋日的超級轉折 2020年3月19日加權指數出現8523低點 RSI創下歷史性低時公開呼籲是時候進場了 3月20日抓住聯發科301元的超級轉折 再度大聲幾乎此時不進場更待何時 3月25日聯發科三天大檔52元 完美抄底成功 大家都在場有目共睹 邏輯博弈教室的粉絲們也在場 對我的支持與鼓勵不與倫比的重要 激勵我繼續往前走的動力 這感覺非常美好 如今我肩上的責任更重了 抓趨勢贏在拐點 抓趨勢贏在拐點 歡迎收看邏輯博弈 我是李財周刊的副總書筆李修光 那麼早上的這個點總會 他放出了這個利多 這個利多就是要最快 是在12月的時候 就12月15 那一天就放緩升息 那麼如市場之前所預期的 在那個10月份的美國CPI的部分 那麼他是一個明顯的下滑 從這個8.2百分比 然後降到這個7.7 那市場就已經預期說 這個可能會從這個3碼 變成為這個2碼 那昨天做一個證實 證實之後他也是一樣 就是做這個上漲 那市場當然就比較激動一點 做了一個跳空缺口 這個跳空缺口今天 就我這台電腦 那因為我知道不同的電腦 他那個刻度不太一樣 比例上面就是會有一些些差別 那麼我這一台的一個部分 就變成是跳空過 跳空突破的下降壓力線 早上有另外一台電腦 他那個高點 就是這個下降壓力線 剛好在這個高點部分 那其實都可以了 我對這個部分 我是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要求 那整個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今天的這個缺口 它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性 就這樣子而已 那麼當然 這個地方因為 就K線的組合 每一次看到這個十字線的時候 波段的高點的這個十字線的時候 都會讓市場比較謹慎一點 這是必然的 因為大家在學K線的時候 就是會學到這個轉折 然後今天晚上有這個PCE 美國的十月份的這個PCE的戶價指數 那這個部分可能會是一個 從5.1% 然後降到5.0% 5.0的部分 就是下滑這個0.1 下滑0.1的部分 那麼如果說比這個預期來的多的話 那基本上又是一個利多 又是往上推這樣子 我可以理解 就是當大家從低點上來 從這個低點上來 往上漲的過程裡面 自然就會有那種比較怕怕的 這個漲多 然後遇到轉折 或是說它洗盤 像這個連續四天的一個上漲 然後突然的一個跳低往下 那很多人就會很在意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子 少做短線 少做短線的一個意思就是說 你能夠抓到這個波段的低點 然後抱它一個波段 抱它一個波段 然後震盪的過程裡面 你就不會太過於擔心了 因為你的成本就會在下面 甚至說就算買高一點好了 其實我覺得都也還好 那麼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避開每一天 很多的宏觀數據 消息 突發狀況 像白紙革命這些的 那才不會怎麼樣 因為你這個逢高賣出之後 你就算低接回來 你要知道通常我們的 我們是這樣子 就是已實現了對不對 已實現的獲利就放在口袋裡面 那麼你新進的成本 它電腦那邊的一個損益 就是新的對不對 新的進貨的成本 然後如果說一下子掉下來的話 你帳面就是虧損了對不對 已實現就已經已實現了 你知道是一個未實現的情況之下 它基本上就怎麼講 就還會讓你看起來 這個帳面的獲利 就算有一些拉回 看起來還是賺的 這樣子你就會比較安心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小小的一個差別 會影響到你後面的一個決策 是因為說你在這邊逢高賣了 問題是你如果買回來之後 買回來之後你的成本在這邊 萬一一個掉下去的時候 你會變成是帳面虧很多 帳面虧很多的時候 會考慮到一件事情 通常一般的人都不會想說 我前面已經賺了 我吐一些回去 那就給他賣了 他不會 他就想說我賺的就是賺的 那我現在的這個虧損呢 要等到他解套之後才要賣 有時候最後的轉折點一次虧 你就像萬八對不對 你沒有賣就變萬七萬六 這樣子一直下去 所以後來我不是那麼的贊成 就是這個逢高做一次價差 這個八檔賣一下逢低再買 你多搞幾次之後 通常就死在最後一次 那我的想法就是說 你做一個波段 然後這個高點沒有賣到 你可能賣最後是賣到這個地方 然後少賺這一段對不對 但是我會覺得說 你還是會賺到全部 是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月買 你下面這邊可能是買100萬 然後到了這個上面的時候 你已經買到500萬了 那前面100萬賺的都不夠 你後面500萬一次拉回的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怎麼講 我對這個盤就是還很 還很樂觀 到了萬五 我還是覺得很樂觀 因為我們的道琼 他就已經來到連線 而且連線還在繼續漲 對不對 這連線之上還在繼續漲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在怕什麼 當然有很多的理由 剛才講是宏觀的 對不對 怕導狀反轉的缺口 我可以理解 看到最後再怎麼樣 反正我就是覺得 拉回就是買這樣子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地方 這個KD 我們有講過 這是肩型 肩膀的肩 他很容易有出現到那種 往下掉 這的確 只要是稍微有點驚豔的 那的確都會很在意這個訊號 看一下 上一次有沒有 上一次這個ODC 我們幫你放大 他在這邊就是從高位下來之後 在這裡疑似 黃金交叉有沒有 這其實也是算是肩型的一種 就是假突破 那這種只要是 稍微有驚豔一點的 都會很小心 反正就背離了 指標沒有過新高 然後這個地方 價格是往上 這一段 這一段的過程面 其實都還算是 強勢動畫 就是KD的強勢 但是他還是一樣 有背離的部分 這個背離的部分 其實是說 不是說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還是動畫的區域 到現在其實都還是 但是他還是會有 背離的一個訊號 所以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這裡有掉下來 那掉下來 掉下來就掉下來了 因為我們學指標的人都會知道 那個頂背離 底背離這些的是一個訊號 但是它不是一個買賣點的訊號 它就像一個紅綠燈黃燈 黃燈 它一直在閃黃燈 閃著閃著 你會自然的踩煞車 對不對 你不會衝衝衝 對不對 有人看黃燈加速趕快過 那我的意思是什麼 我意思是說 它其實不是買賣點的訊號 它是一個警示的訊號 可以警示很多次 黃燈可以閃得很快 對不對 所以它後來又上去了 所以會小心是可以的 會小心是可以 但是它還不是買賣點的訊號 萬一今天就是掉下來了 就對了對不對 就覺得果然有用 但也有沒有用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就是資金上的控管 這到哪裡都一樣 你沒有辦法 你一直在想著 有什麼樣的撇步 然後什麼竅門 就避勝怎麼樣子 避勝的法則 都抹好了 就是資金永遠控管好 那你永遠就是留一手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度過危機 才是這樣 要不然你就是爆破斷 要不然你就是留一些錢 疊下來再買 沒有什麼別招了 你說什麼停損什麼的 真的講白的 你經常在做停損 停損到後面就沒錢了 你說停損然後再凹下去 因為你要知道 你停損的不是只有錢 還有你的信心 還有你的信心 有時候不是那種量化的東西 可以做解決的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我最喜歡講的那些賭博的東西 就是概率 你如果想要賺大錢 其實這一波 其實我怎麼看 我都覺得他會上萬六 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樣子看的 但你要想要賺大錢 就是要做莊 有沒有打麻將的時候 你會輸大錢 都是因為莊家連莊自摸 然後連一拉一對不對 連12 然後大家越怎麼樣 就是一定要拿莊 不拿莊 不可以讓他安全下莊 對不對 一定要拉一下這樣子 就越拉就怎麼樣 就越過水 那就放 到最後又是莊家自摸 所以這個就是說 只要那個誰一起瘋之後 那個氣勢一上來的時候 你就不要一直想著那個轉折 這裡有沒有轉 有啊 對不對 這裡有沒有轉 有啊 結果是怎樣 噴出去啊 就這樣子啊 所以我覺得做波段 很簡單一件事情就是 既然是大嘛 開大對不對 就給它大下去 一路大 那最後你只會錯一次吧 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是 可能是連13啊 對不對 莊家連13拉3啊 讓你放一次 怎麼有要緊 但是大家就喜歡這樣子 就是啊 快折折折折折折 然後呢 再來新 再看有什麼鼓鼓頭走 對吧 這樣怎麼會賺大錢呢 要賺大錢就是哦 好好地拉一個勾票 對吧 然後呢 一次現在就要撈折折 一apan要撈折折折 哪這樣子要撈折折 那你又找到那個 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做長限了 有些很穩健的 我知道 像我以前那個戰充的那個 他 他們都做可轉債嘛 可轉債有轉換價格嘛 用耐心去等 我們穩穩地賺 啊 這是很好的方式 後來我發現我不懂那個也沒關係 因為我有學過 但是後來發現 我就跟我媽一樣極性質 我沒有辦法臉受那種煎熬 那怎麼辦呢 後來我發現我不看那個也沒關係 因為我另有一套體系 這個體系就是 什麼塊的鉤皮會堆黑馬骨 什麼叫黑馬骨 就是轉機 什麼叫轉機 就是以前不好 以前不好現在很好 所以你會感覺到 我跟你講我7月份在漲這個時候 我們迪化街的同學 當的同學 我也不知道他從哪邊 反正他們迪化街就特別有消息 他也不講 叫我看一下 我現在看什麼 他也是這樣 好像應該考試一樣這樣子 給我出個軟體 他說 這個 起三天啊 這支K線 這支K線大量 大量 那這要買還是要買 你看到這個大量 我們當的同學給我抗錢 我當然知道 他會把我問一定是要給我抗的 我也不想給他拆台 對不對 我不知道我看不見 你們說就算 後面 當然我對這個股票 我以前印象超不好的 沒有什麼賺錢的股票 對不對 你看這個虧虧虧啊 但人家一旦轉機起來 那也是很 人家有這種對不對 領先一步 領先一步 你看就這種領先一步的眼光 那我就沒辦法 我看這些 我都歐罵罵罵 都撩錢對不對 所以他那時候在 我也有看到 因為每天那些什麼 漲停的什麼 我都有去瞄 這種股票 張起來 那不是我應該賺的錢 可是他漲了三個月之後 哦 這直覺告訴我說 這一定 一定有人在裡面 然後我就看 我看到這 其中K線我看了就很高興了 看了很高興了 不是說他要大跌了怎樣 我看到 其中K線這樣下去 還可以上去 哦 然後後來他跌 他跌又跌得很有藝術 然後我就看著看著 我就知道說 這到底應該有什麼事 然後當然我就自選股 放著啊 我也沒有天天去看 我回去看一下看一下 然後那一天呢 彈不好的時候啊 外直覺就來了 因為那些阻力的做法都這樣子 他們很喜歡在那個 彈哦 很不好 但是接近底部的時候 他覺得OK了 他逆勢就開始拉 然後那一天我就看著 我就看著他拉上去啊 我心裡就在想了 這大家一定想說 這頭錢沒辦法奪勞 我有想想的 這可能你自己在生股 然後呢 果然 我沒想想去我 那揚到啊 那農券 哇這農券就開始這樣 不知道死我這樣 扛下去 哦對著 我只會一看 我那天還特地跟你講說 哦不得了 不得了 這 外資也買 投信也買 對不對 外資也買 投信也買 這些事情就大條啊 對不對 你看我是不知道他們在買什麼 因為我長期 我長期就是培養的 我什麼東西都不看 我也可以選到股票 你看這個投信賣嘛對不對 然後呢 外資買的更兇 外資更早 他就在這一根的時候就買 所以一看就知道說 啊這死定了 但是昨天的那個農券 農券繼續把它扛下去 今天早上的時候 今天早上的時候 我看那個戳盤的時候 哎 啊這加空的股票 怎麼今天怎麼重點 我心裡還在懷疑說 是我看不到 怎麼還沒漲停 結果等到 哎 因為我今天又遲到了 等我停一個紅燈一看 哦 又那個 那個 因為距離太遠嘛 然後又那個 那個一下子衝到漲停 然後又暫停一下交易這樣子 我去看 這樣不太對 對不對 但那時候在這邊了 等到我進辦公室的時候 突然拉上去 我就掉下來這樣 很有意思了 這個兩千 兩千八百多張 這沒完沒了了 我跟妳講說這個 因為我長期看很多 我專門研究那個標股 雖然說我跟他們無緣了 因為那些標股我都是我教他們 但是我很會抓那個標股 就是我看 所以我做功德啊對不對 有人說要塗什麼 沒有就塗爽啊這樣子啊 看對就很爽啊 要跟人家 要不然你自己爽什麼 在家裡面爽 爽那會內傷啊對不對 弄個直播 讓人知道說我很厲害這樣 然後我就最近我們公司 又叫我錄課程 你如果真的有看 你會發現到 那一天這個俗徒刑 我說他的氣氣 那個 然後我還特地講 他特地講說那一隻雞手 那一隻雞手 錫稿呢 等到你看到的時候 應該已經創新稿了 就這樣子 那我要講什麼 我要講說 他這個就很刻意的嘛 有沒有 很刻意的啊 真的要出會 有人這樣出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在學K線的時候 這些都會被 都會告訴你說這不好不好 然後就上去了 重點就在這裡 重點就是在龍眷 就一直不死心啊 因為他賠太多了 這大了 那當然就沒完沒了 所以有這兩隻股票 那盤就燒起來了 你知道嗎 你仔細看 我一直跟你講說12月會作帳 他作帳 他那個是一個 怎麼講 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 故意要知道說 一開始要給什麼股票 不知道啦 那個都是怎麼樣 歷史的偶然所造成的 真的是這樣 當然那個莊家 他是知道比較多 因為他們就說什麼 英國美國的國防法 怎麼都怎麼樣 像我是不知道啊 我只看到籌碼的一個因素啊 對不對 然後就搞那些 你看英國政府有沒有 然後針對中國製造 怎麼樣 總之就是監控的這一塊 你看他這裡就寫 英國呼籲禁止在英國銷售 大華跟海康威視 這世界最大的監控的設備 設備商 那你想想看 量很大對不對 那市場就很大 所以他這個就是 如果可以吃到海康威視的一塊肉 那就會像我的肚子一樣 一聲就大起來 就這樣子啊 所以你說他那個 那個基本面的轉變 基本面轉變從一支股票 他的一個走勢 發生那個質變對不對 他不是炒一下而已啊 因為炒一下之後 他拉回還有撐又繼續漲 事情必出有因 這個一定是不一樣的 事出必有妖 那這個就上去了 所以後來就是這些基本面 移動出來對不對 那就知道說產業的背景不一樣 產業背景不一樣之後你看 整個族群啊 整個族群啊就監控了嘛 然後監控 我告訴你所有的頭顧啊 那些是賞戶啊 分析師 解盤的時候怎麼解 熱門股提塊嘛 然後一個族群一個族群解嘛 哇這個族群很整齊啊 一定是大家下去啊 就變這樣啊 所以今天的這個走勢 就是那個 生起來了嘛 起風了嘛對不對 起風了怎麼樣 我告訴你 這是什麼老師啊 還是什麼名嘴啦 就算你 自行商也是這樣 你看錢就在這裡啊 有量有價錢就在這裡啊 對不對 一定是從這裡開始叫的 就這樣子啊 所以他這個族群 族群性很多了 他那個有生技對不對 生技前一陣子 今天生技也是還是不錯啊 你現在監控 你現在光通訊的 然後現在電源供應器的管理IC 這個對不對 然後電源管理IC 然後電池的 電池的 電池那些無微博的這樣子 一個族群一個族群的這樣上來 然後你看這個風測 風測比較少人在看 可是風測很早喔 你看這星權 你這樣子看你會覺得說 人家從7月就開始在起啊 對不對 那有什麼 8 9月的那個大盤 這個兩三千點的這樣下跌 他有興趣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封測 妳看封測的老大 聽ıs 알아底ent 他那個缺口比台積電多個漂亮 因為比較少人注意嘛 有喔 淘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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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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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你沒有籌碼 你也沒有得賣 就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然後接下來要提一下 就是聯酬會既然已經這樣講了 所以外資他一定是放心買 放心買的情況 當然有些人會出貨什麼 這沒有關係 但是因為他要放聖誕節 所以他傳統上面 他會買到15號 15號剛好是聯酬會 聯酬會等到會議 15號也剛好是台積電 台積電的除息日 然後15號好像 這個月結算是在21號 所以覺得說這個盤就 我是覺得蠻安全的 但我不知道大家在怕什麼 但我剛才講的 你們就是指標或什麼的 其實最重要就是那個心態 沒有養成賺大錢的心態 一天這樣就要做台穿 有的沒的這樣 他做過又被洗光光了這樣子 好吧 那今天時間比較晚 最後就講到這邊 簡單講就是說 今天晚上有數據了 看一下了 看歸看我覺得重要的是選股票了 只要有拉回 這個就是等著發財 就大概是這樣子 那時間關係呢 我們就分享到這邊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周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就是你